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会长就在一柱里把大部分财产都捐给了社会 只留给大力百分之十 哎 大力啊 兄弟一话资产过万 反正大力就是非常气 所以找来小美去诱惑父亲 只要能和会长结婚 那小美就能分到一半的财产 听到这儿小美本能的拒绝 回家后 小美又遇到了绅士房东来催促 面对着恶心房东的纠缠 小美决定和大力合作 大力先把小美精心打扮了一番 嗯 成熟 稳重 然后就把小美送上了会长的床 不不不 是会长的油条 会长老了 没有帅气的容貌 也没有灵活的技术 唯有的就是钱 所以会长对突如其来的小美心存戒备心 甚至多次拿珠宝首饰诱惑小美 见小美对金银财宝不感兴趣 会长才放下心来 渐渐到小美和仆人们打成一片 尤其是一个照顾会长狗狗的短发小姐姐 大力也时不时来游艇上提醒小美 渐渐的小美爱上了帅气的大力 久经世事的会长当然也看出来了 这天她提出会和小美下棋 要是小美赢了 就答应她任何要求 唉 这都不用猜 肯定是小美赢了 会长很生气 并对小美甩下一打钳 可小美要的就是会长弹奏一首钢琴曲 这一话一出来 把邮轮上的所有人都敬呆了 好心的短发妹 悄悄告诉小美 钢琴是这里的精气 因为当年会长的家人 就是在赶去钢琴会的路上出了车祸 从此会长都不再弹钢琴了 夺知真相的小美在夜里找到会长 出了大歉 还一番深情地向会长讲述了 自己凄惨的童年经历 会长虽然嘴上不放过小美 但其实心里已经被小美打动了 她觉得小美特真实 不做作 于是会长打开了心结 重新弹起了钢琴 看着如此钟情的会长 小美不忍心在欺骗她 于是找到大力说 这游戏老娘不玩了 大力一天慌了 她知道小美喜欢自己 事到如今 她只能出卖自己的心灵和 来留住小美了 于是 一番折腾后 小美继续留在邮轮上 这天会长和一个仆人起了冲突 就在会长侮辱这名仆人的时候 小美站出来为仆人说话 因此还气候轰地走掉了 晚上会长会想起 白天为仆人说话的小美 他想起了车祸去世的老婆 小美和老婆太像了 争吵之一帅善良 于是会长向小美结婚了 小美答应啊 我想新婚之夜发生了什么 你们应该都不感兴趣 我就跳过了 第二天 醒来的小美发现 会长死了 难不成是昨晚运动过度了 这怎么办呢 小美慌乱地找到大力 大力却要小美瞒到明天 因为遗嘱公正 要到明天才完成 于是小美就这样 把会长弄到轮椅上 戴着墨镜 骗过了船上的所有人 终于到了公布的时候 大力让小美给会长灌食 因为一会儿 有死亡鉴定的人过来 一定要让会长看起来 是刚刚呜呼的样子 我一会儿 敲门声响起 当来的却不是医生 是警察 就这样 小美被当成杀人犯带走 而大力却是小美杀人的 举报人及证人 小美不敢相信 晕了过去 但醒来后 大力告诉她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精心设计的 一个月5000美金 那么好的工作 为什么偏偏找到你 嘿嘿 一切都是我安排好的 你因为高利贷逼迫 所以 而且 包括那个 接着你工作的卷发妹 都是我安排的 嘿嘿嘿 替死鬼 现在心情如何 小美无法接受 眼前这个她爱着的男人 居然从头到尾 都在算计自己 于是 她决定复仇 第一步 她找来会长贴身管家 道出了其中真相 拥得了管家信任 其次 在会长葬礼上 她找到短发妹 短发妹把会长生前 为小美准备的礼物 拿给了小美 那里面全是小美的照片 而这些照片 从拍照角度来看 都是从那只 博美身上的摄像头拍的 那么 当时会长的死 肯定也被拍了下来 为了不让小美告发 大里准备除掉 短发妹和小狗 关键时刻 小美来了 可小美哪里是大力的对手 又在关键时刻 被打晕的短发妹醒了过来 叮一下 大力两眼一闭 两腿一声 最后 警方通过小狗身的摄像头 发现会长 并不是终于过度 劳累而死 而是大力下的狠手 于是 小美就继承了会长的全部财产 成为了世界上最有钱 最年轻的女人 哈哈 姐之前那些高力的算个啥 小一手一挥 全还完了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春 点关注 不迷路 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